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者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说到半导体产业 而且也说到了美国怎么在芯片禁令方面 怎么样打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他说这一招相当的狠 也相当的精准 打到中国的要害上了 他说芯片这个东西就跟什么石油一样 跟核武器一样 跟航母一样 谁掌握了芯片 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战场上的主动权 不光是战场上的主动权 在地缘政治上也能占主导的地位 谁要是失去了对芯片的 尤其高端芯片控制权 谁就占不了主动 谁就得占被动 美国最新的芯片禁令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凡是用到美国专利的技术的设备 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 还包括人员服务 一律不能向中国提供 也就是说设备不能卖中国 制出来的产品也不能卖 相关的科技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什么的 都不能在中国的公司做服务 给提供服务也不行 所以最近有消息传出来说 像外籍的尤其是美籍的工程师一撤 部分设备就停止了运转 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条河的那个水流 还是上流 把上流那个水源一掐断 你住个大坝 拦着它不往下走 我看你底下这些这个土地 这个田地还有什么营养 你断了水源 我看你还怎么种粮食 这就是这个意思 那用这一手呢 就掐住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那个脖子 狠狠地掐住啊 这个用这个办法呢 这个专栏作家说 能够把中国的芯片产业呢 这个打回到过去 让它倒退几十年 这起码的 说句这个夸张的话 倒退到十七时代 那这篇文章呢 从荷兰阿斯迈的那个光刻机 说到了日本的材料 有说到了什么韩国 说到了台积电 那些这个高端的制程 还要说到美国加州的那个软件设计 总之呢 就是说美国的芯片禁令 就一下来 实施起来之后呢 那就是美国把芯片产业的 从源头那儿啊 就牢牢把握住了 掌控住了 就控制住了 那专栏作者呢 对这种结论呢 很得意啊 这个洋洋得意 但是呢 他忘了说几个主要的这个点 这些点呢 还是网友啊 给揭露出来的 我看这个网友啊 在这篇文章底下留言的网友啊 比这个作者 看得更透彻 更全面 更切合实际 第一个网友说啊 这个芯片禁令啊 这么干啊 短期之内 肯定会给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啊 造成伤害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长期说来怎么样呢 那个还真是不好说 他举例说呢 说前几年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不是跟中国打贸易战吗 打他这个 这个如火如荼的热火超天的 又是加关税吧 又是怎么样啊 打了两年多 三年了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现在都不好意思说了 这个商敌八百 自损两千的 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啊 正在美国角度来讲 这个贸易逆差 没有缩小 反而扩大了 如果说贸易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美国应该啊 这个敲锣打鼓的这个欢庆一番 庆祝一下 庆祝我们啊 这个取得了这个全面的胜利 而且呢 不光是要庆祝一番 要是贸易战赢了的话 那还用得着科技战吗 你想想 那都已经赢了 你还要接下去 打这个科技战吗 有什么必要呢 现在之所以打起了科技战 就侧面证明了 那个贸易战呢 那个效果是不好 第二个网友说呢 说这个专栏作家 他忘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市场因素 你这个芯片叫什么禁令了 等于是自己主动撤出了中国市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 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 1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你看印度那也有14亿 但是印度的市场呢 就不如中国的这个1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大 因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购买力的问题 你说到购买力是什么意思呢 说中国的14亿人口当中 4亿已经是什么 中产阶级了 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那个收入水平啊 你说中国的4亿啊 哎美国人口归了8岁才多少 3.2亿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上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这块就已经4亿了 就远远大于美国整个国家的这个人口总数了 就是这么大一个市场 主动撤出去 你主动撤出这么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 那后果会是什么 所以有经济学家就说呢 你接下来你迎接的啊 就是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 啊这个利润减少 你销售额减少啊 你销售量减少 销售额减少 利润减少 那连带的会什么呢 你每个月都有财报吧 你财报的话 那股市上就反映出来了 你股市一下走 你公司不裁员吗 你公司不调整吗 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你看美国的很多大型的公司啊 尤其高科技的公司啊 它都有一个部门叫做R&D 叫做R&D 叫做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啊 就是研究和开发部门 研究和开发部门这个投入不少啊 那大的公司这个裁员滚滚的啊 不抽钱的啊 那就是会投入一大笔资金 往这个研发部门 如果说这公司利润少了 那投入到R&D的这个部门的资金呢 相对的就会少 而且高科技的这个进步和突破啊 都靠这个R&D 所以这个研发方面啊 一旦失去了动力 你整个公司的未来的这个图画 那就不会啊 像以前那么亮丽 第三个网友说呢 说为了阻断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芯片产业的这个供应链啊 你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没有理由也得找个借口啊 首先第一步呢 就得妖魔化中国 把中国得描绘成那个郎外婆似的啊 就好像那个什么白雪公主遇见那个巫婆似的啊 巫婆拿着个苹果拿着个毒苹果就引诱她啊 这个make a wish take a bite快点啊 你许个愿啊 咬一口你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那个这个巫婆呢 在白雪公主那个动画片里 那是一个反面人物啊 这个美国的媒体呢 就要就要把中国描绘成那个反面人物 他怎么说呢 说这个芯片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 但是呢 一旦落入坏人手里啊 那就是灾难了 所以这里啊 把坏人呢 就暗指中国 现在西方媒体呢 就是啊 带风向带节奏 把中国呢 妖魔化 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 那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者呢 也是啊 延续了这个套路 按照这个思路走 先妖魔化中国 为什么呢 妖魔化中国的话呢 这个为这个叫什么 芯片禁令啊 做辩护 因为芯片禁令下来之后 执行起来之后呢 这个美国的公司肯定受到巨大的损失 那巨大损失的话 公司老板也不会干 民众 像我们老百姓啊 买这些科技产品呢 比如说像手机啊 新型的手机 新款手机 不得买一个吗 价格越来越高 那价格越来越高的话 这个不高兴的人就开始骂娘了 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 堵住消费者的嘴 堵住这些公司 这个经营人员的嘴 就得把中国妖魔化 就是说我们干这个事啊 是为了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美国价值之类的啊 美国价值反正是摆在那儿了 但是美国价格可就高了去了 那再加上西方媒体现在掌握着这个 话语权 是吧 整天在这方面的宣传呢 等于啊整天讲着那个增子杀人的故事 那第四个网友说的 哎呀 你不必担心 你丢了那么一个单一的最大的市场 有什么了不起 美国自己的市场已经够大了 还有欧洲那方面的那个市场呢 对吧 还有G7呢 就是七大工业国组织啊 这个市场也不小啊 另外还不能忘了一点啊 还有巨大的军工市场 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军工市场 美国的军工市场确实啊 是相当大的 你看很多这个民用的军用的 他都是军民粮用的 你看啊 这个粮是都可以军用的 叫做军粮吗 对吧 我斜 我军斜 对吧 我车子 我军车 像诸葛梁那时候 弄的叫什么牧牛流马 那是他的一大发明 他为什么发明那个呢 那是运粮草的 运军粮的那个运载工具 牧牛流马 但是那个东西后来啊 你要是不打仗了啊 民用啊也相当的好使 你看像那个GPS 开始弄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军用是优先的 而且现在的GPS啊 我说的是美国的GPS 也是啊 这个军用的一部分 民用的一部分 那军用的比民用的 那个精确度更高 你要民用的GPS啊 就是像什么导航 用的导航啊 现在有人开着车 开迷路了啊 因为那个导航 民用的导航呢 有时候不太精确啊 肯定这个 指到这个死路上去 指到一个偏僻的 荒凉的地方去 但是军用的GPS呢 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再有像你看 波音公司啊 客机 对吧 但是波音公司 它还有这个制造这个战斗机的 另一大块 你民用的客机 这个损失多少 你用这个战机去弥补啊 很快能够弥补下来 但是弥补过来 有那么容易吗 这里就得又有一个条件了 就是说你军工市场啊 要保持这个足够大 而且啊 要不断的这个给它扩大 怎么办呢 那得有个前提 叫做保持一种啊 到处都有战争状态的啊 那么一种局面 啊 就是不是这打仗啊 就是那打仗 如果你们都天下太平了 的话 美国第一个跟他急 怎么呢 也得扇个风 点个火 再点个炮什么的 就是啊 得让啊 这个 不是这打仗 就是那打仗 你看二战以来 这个 全球各地啊 这个 战火纷飞 消音四起的 是吧 美国呢 在这个所有的战争当中呢 战了八成 从怎么维持战争局面 到怎么发动战争啊 到怎么这个扩大战争的规模 这方面呢 相当有经验 如果有人想走向太平 走向和平 哎 这个时候的话 美国应该是是机会出手了 那你要问 是美国人民需要战争吗 美国人民绝对不需要战争 美国人民也是相当热爱和平的 但是呢 美国的政客和那个军工复合体 他们是需要战争的 同时不需要战争的